大家好 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我看了一些观众对我冷嘲热讽 说我曾说乌军2023年夏天 会从扎波罗热发起大反攻 将占领乌克兰的俄军拦腰阶段 俄乌战争2023年底会结束 事实证明我错的离谱 根本就是信口开河 胡说八道 没资格说别人是外行 我今天影片重点回应一些人 嘲讽我对俄乌战争的评论 纯属信口开河 胡说八道 没资格说别人是外行的问题 首先我必须说 我从来没有批评过任何人 关于俄乌战争走向的预测 我影片中澄清最多的是 其他人疯传的网络谎言 既然有人老抓住 我当初认为俄乌战争大概率 会在2023年底 见胜负的判断失误不放 我今天要破一个例 也点评一下其他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是怎样的 让时间来验证谁的分析预测更靠谱 我从不隐瞒 当初我对俄乌战争大概率在2023年底 决出胜负的判断过于乐观 确实是错了 犯下同样错误的 还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军情局局长布达诺夫中将 他们曾经都认为 2023夏天能到克里米亚半岛去看海 还有认为打死俄军20万人 俄军就会不战而退的乌军总司令扎炉日内 这些人跟我一样都公开认错了 我没觉得自己有丢人 或者乌方军政高层有多丢人 可以自豪地讲 在2023年夏天的大反攻失败之前 我对俄乌战争进程的判断 包括乌军将在扎波罗热发动大反攻的预测 都是非常精确的 虽然对俄乌战争大概率会在2023年底 决出胜负的预测过于乐观 但在去年夏天 乌军反攻失败后 我就及时做了修正 认为战争可能会推迟一到两年 最快2024年底才能见分响 相比那些天天说谎 从未对任何一件大事 小事做过正确预测 却从不认错 一直认为自己永远正确的人 我问心无愧 至于那些从不做任何预测 每天闭门造车 编造虚假战况信息的人 压根就没资格嘲讽 我做前瞻分析的对错 我一直讲 没有人可以做到 对一场大规模战争进程 做出百分之百的预测 我也从未吹捧自己 料事如神 从不犯错 我坚守了有几分证据 据说几分话的原则 尽量给大家提供真实的信息 以及依据可靠事实 和正常逻辑所做的个人判断 虽然我所做的分析预测 不可能做到百分之一百准确 但牢牢守住了不说谎的底线 虽然我确实有一些预测错误 但相对于那些信口雌黄 却对我冷嘲热讽的人 还是靠谱的多 一起看看大家关心的 俄乌战争进程 和双方战略战术的评判上来 看看目前各路媒体和专家们 是怎么看的 也说说我自己的最新判断 和主要理由 这才是本影片的重点 关于俄乌战争进程 和最终结局 大致可归纳为 如下三个观点 A认为俄罗斯地大物博 家底丰厚 人口众多 又得到伊朗 朝鲜等宇宙第一强国的支持 乌克兰本身是小国 西方阵营的支持难以持久 因此俄方能实现最终吞并整个乌克兰的目标 并且将拖垮整个西方阵营 这是俄罗斯官方和绝大多数 亲俄人士的典型看法 B 认为俄罗斯综合国力 相比乌克兰强大得多 而且拥有庞大的核武库 西方阵营对乌援助各怀鬼胎 口火而失不至 俄乌战争最终会变成朝鲜半岛模式 即双方精疲力尽 无法决出胜负 然后被迫以实际控制线双方签署临时停火协议 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 永远不可能归还乌克兰 这是多数持中立立场人士 和部分亲俄人士的看法 C 认为俄罗斯受到西方阵营的严厉经济制裁 只得到极少数国家偷偷摸摸的军援 而乌克兰得到西方阵营多数国家的公开援助 乌克兰绝大多数军民的抵抗意志非常坚定 俄乌双方战争潜力 此消笔涨之势会日益明显 乌克兰一定会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此之前 双方绝不可能签署停火协议 至于乌克兰击败俄军 收复全部或绝大部分领土的具体时间 我认为最快2024年底 最迟2025年底 更多的人认为还需要三年 五年或更长时间 这是少数中立人士 和亲乌人士的看法 池上面第一种观点 认为俄军战无不胜的人 底气来自于盲目的自大 自信 以及对当今国际格局的错误认知 我举一个刚刚发生 非常鲜活的例子来说明 2月3日 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瓦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 有记者问韩国总统尹锡悦 最近称 朝鲜是世界上唯一立法规定 可以先发制人使用核武器的国家 请问俄方对此有何评论时 这位一贯无比自信的 额外交部发言人 发表了一番质地有声 令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和 所有亲俄人士 排桌较好的言论 他说尹锡悦的言论 公然带有偏见 还说首尔似乎没有意识到 美国的领导地位 正在不可逆转地成为过去 韩国可能最终只是 华盛顿地缘政治游戏中 一个小小的筹码 就在两天前 扎哈罗瓦还说 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加剧 主要是因为美国和其盟国 包括韩国和日本厚颜无耻的政策所致 韩国外交部2月3日当天 已经召见讹助韩国大使 纪诺维也夫 就扎哈罗瓦的最新言论 提出严厉抗议 批评扎哈罗瓦的言论无理 无知且带有偏见 身为一个国家外交部发言人的水平低下 任何对当今世界格局稍微有点清醒认识的人 绝对不会认为西方已经没落 美国的领导地位正在不可逆转地成为过去 真实的情况是 经历俄乌战争和哈尔战争 美国和整个西方阵营比任何时候更团结 而以高端芯片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 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 被打出原形带来的地缘政治演变 让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肯定有人会说 扎哈罗瓦无非就是一个喉舌 算不上俄罗斯什么大人物 他的思想与言论未必反映俄罗斯社会和主流民意 也未必是俄罗斯决策层的真实想法与决策思维 在我看来 扎哈罗瓦的立场 恰恰反映了俄罗斯的主流民意和高层决策思维 我前面的影片介绍过 最近俄罗斯核心决策层中的三巨头普京 梅德维杰夫 拉夫罗夫 接二连三公开发表惊人言论 称乌克兰与俄罗斯本来就是一个国家 乌克兰独立出去是一个历史错误 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从来就不存在 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就是纠正这个历史错误 而且俄方在实现对乌克兰彻底去军事化 去纳粹化之前绝不会停火 普京还多次公开发表俄罗斯军力到达哪里 哪里就是俄罗斯边界 以及要向彼得大帝学习 不断为俄罗斯开疆阔土的言论 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 固然是为了普京竞选总统造势 凝集俄罗斯国内民心的需要 而他们敢于发表这样赤裸裸践踏联合国章程 和国际公认的国家行为准则的言论 正是他们拥有俄军战无不胜 他人莫可奈何的强大自信 正是上至俄罗斯总统 下至大多数俄罗斯民众 没有看清当今世界的现实 仍活在俄罗斯帝国战无不胜的历史美梦中 才会自信地认为 俄罗斯能实现对乌克兰彻底去军事化 去纳粹化的两个主要战争目标 正是他们这样赤裸裸的丛林法则思维 让整个欧洲瑟瑟发抖 唤醒了他们对俄罗斯的高度警惕 连法国总统马克龙这样的绥靖派也发誓 不再对俄乌停火和谈 心存幻想 德国国防部长则公开喊出了要准备跟俄罗斯打仗的警示之言 同时让整个西方阵营意识到坚定支持乌克兰 赢得这场战争的重要性 正如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所说的 乌克兰人是为所有欧盟人而战 因此我们必须全力给予支持 我为何认为俄军再过一两年将被彻底击败 乌军将收复2014年以来 失去的全部和绝大多数领土 是基于俄乌双方战争潜力此消彼长 且日益扩大的客观事实 一方面 俄罗斯受到西方阵营的严厉制裁 尽管得到伊朗 朝鲜等极少数国家 偷偷摸摸的支持 但俄军战场中发生关键作用的 坦克 装甲车 重型火炮 火箭炮 迫击炮 飞机 直升机 导弹 无人机 单兵反坦克导弹 电子战设备 防空导弹系统等 生产速度远远赶不上消耗速度 现代武器的巨大杀伤力 绝对不是靠人肉冲锋能取胜 随着俄军重型装备损失过大 而且俄军重装备只要一出现在前线 几乎立即就受到乌方精确打击而损毁 生存率极低 因此俄军不但无法组织强大的装甲洪流突击 反而被迫发动没有装甲支援的人肉冲锋 造成俄军单日伤亡人数持续攀升 另一方面 乌军在整个西方阵营的大力援助下 不但自身国防工业迅速恢复发展 而且西方阵营的援助力度越来越大 欧盟已经批准了对乌克兰的500优元援助计划 美国即将批准610亿美元对乌军援 英国已经跟乌克兰签署双方安全协议 还有许多西方阵营国家将快速跟进 美国为乌克兰定制的陆射小直径炸弹开始大量交付 陆军战术导弹已经少量交付乌军使用 未来有望迅速增加援助数量 F-16战机今年夏天有望投入战场 欧盟成员国的大口径炮弹产量有望持续快速提升 乌方今年计划生产100万架无人机 同时进口约10万架 配合上万名经历战火考验的无人机操作员 带来巨大的战场优势 在兵力方面 乌军目前号称拥有一百万人的军队规模 扣除空军和防空部队 后勤部队原额 拥有70万随时可投入战斗的强大陆军 其中30万一线主力部队 拥有大批作战经验丰富的中下级军官 且装备精良 二线部队40万人 装备和作战经验略有不足 但整体实力也超过被打残的俄军 现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俄军 包括俄国防军 地方志愿营 顿巴斯分离武装 企业雇佣军 全部架起来 人数也就30万人左右 从去年秋天开始 乌军转入防守之后 俄乌双方战场上的死亡人数 呈现7比1至10比1的惊人比例 由于俄军战场上 死亡和伤残比例太高 俄方兵力动员的难度远超过乌方 事实上 俄乌军事力量对比 除了俄方在一用就死透透的 核武器方面拥有绝对优势 俄军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三大优势 很快将被乌军碾压 俄导弹优势 被乌无人机超越 并被乌防空系统压制 俄空天军优势 被乌16碾压 俄海军优势 被乌反舰导弹 自杀无人艇压制 除此之外 乌军整体素质 士气 战场态势 感知能力 信息化作战水平 陆战常规装备 都令俄军望尘莫及 有两种不同的战略战术 或者说打法 决定了俄乌战争结束的快慢 一种是我从2022年秋天 开始一直提到的 集中乌军主力部队 和最好的装备 在扎波罗热方向 发动持续猛烈的反攻 推进到亚素海岸边 将占领乌克兰的 俄军蓝腰阶段 同时炸断克里米亚大桥 先收复赫尔松东部地区 克里米亚半岛 然后再回头收复顿巴斯地区 最近看到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才知道 这也是美国将领们 给乌方的建议 另一种是乌军总司令 扎卢日内 去年夏天采用的打法 稳住卢干斯克前线 然后在顿涅茨克州 巴赫木特以南 一直延伸到 扎波罗热最西边的 各个接触线上 对俄军发动攻击 稳扎稳打 寻找俄军防守漏洞 争取多点突破 避免孤军深入 无妨让战力最为强悍的 92 93旅 死守巴赫木特 而用新组建的北约装备 训练的第47旅 去年6月初 在扎波罗热中部发起攻击 在开战第二天 损失了数量先进的鲍尔坦克 和几辆布雷德力步兵战车后 实际上就在整个前线 停止了猛烈的进攻行动 因为我是军事外行 加上对俄乌双方前线兵力 和装备部署情况 远没有美军将领 和乌军总司令清楚 自认没资格评论上面 两种打法 哪个更好 对于乌军下级反攻 不如预期 乌军正高层 有一个公开一致的说法 就是乌方 不想急于收复领土 而让官兵付出 过多宝贵的生命 说的直白点 其实就是乌军高层 怕死人太多 觉得军人生命更宝贵 我觉得这无可厚非 乌军总司令 扎卢日内 大约两个月前 还有一个说法 大意是说 自己犯了一个判断错误 他原本以为 打死俄军二十万人 俄方将溃退 现在看来 打死了他们三十万人 他们还是无动于衷 因此要做 更长的战争准备 扎卢日内还说 乌军需要在 动员更大兵力 大规模使用新技术装备 争取更多高科技武器外援 以及建立强大的 高科技国防工业的基础上 才能打败俄军 前天 扎卢日内又发表一篇长文 重申 需要重组国家的军工生产 和后勤体系 大量生产新技术装备 才能打败俄军 并长久保护乌克兰的国家安全 他说 如果按照他的设想去实施 这个过程 只需要五个月就能完成 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常识 按乌克兰的宪法和法律 乌军总司令负责指挥打仗 征兵 军人培训 军工生产 武器弹药采购 存储运输 争取军事外援 其他军事后勤保障等 属国防部职责 停战与和谈 是总统的专属职权 换句话说 扎卢日内的言论 已经过界越权 犯了军人干政的大忌 泽连斯基已经对扎卢日内 做过不点名的批评 认为军人应该专心打仗 若想往政坛发展 就应当卸下军职 不仅是乌克兰如此 所有民主的西方国家军事如此 他们严禁现役军官 干涉文官职责 我看了他这个长文 觉得这位受人尊敬的军队统帅 变成了一个大嘴巴政客 假如五个月就能实现 他击败俄军的计划 泽连斯基应该主动辞职让贤 或者由扎卢日内 暂待总统职务五个月 政府各部门 完全按扎卢日内的话 去做就好了 说实话我认为 扎卢日内将军 在2023年夏天大反攻之前 确实表现了一个 卓越军事指挥官的魄力 与高超的指挥才华 但此后军事行动上变得保守 对外言论却越来越高调 逾越了作为现役军人 必须尊重文官职权 不谈论政治话题的分寸 有据古训 此不长兵 一味强调 避免给乌军带来过大牺牲 而不敢集中优势兵力 发动大规模进攻 只会延长乌克兰 整个国家的痛苦 我觉得 泽连斯基调整扎卢日内的 乌军总司令职务 或许真能给乌军战略战术 带来一股新气象 加速俄乌战争的进程 当然 延续扎卢日内目前稳扎稳打的 积极防御战略战术 持续消耗俄军兵力和装备 假以时日 一样能把俄军耗死 综上我对俄乌战争最终走向的判断 这场战争从爆发之日起 就决定了俄罗斯战败的命运 西方阵营绝不会错失这个一劳永逸的 消除俄罗斯威胁的千载难逢机会 会空前团结起来全力支持乌克兰 俄罗斯落入了盲目自信自挖的陷阱难以自拔 在碾压自己的对手面前 任何自以为精明的算计最终都不过是自取其辱 战争由俄罗斯发动 何时结束就由不得俄罗斯说了算 俄军战败将迎来俄罗斯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 在这场战争中活下来的俄罗斯人 一定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从俄乌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开始到现在 对战争走向的上述基本判断 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现在自以为比我高明的那些人 当时谁做了跟我上面一样的论断 至于俄乌战争A、B、C三种最终结局 到底哪一个更接近于事实 继续让时间来验证 现在谁也别吹自己的分析最靠谱 最后和大家分享战况 俄乌战争进入第711天 乌克兰无人机昨日袭击了 俄罗斯福尔加格勒的 卢克石油公司炼油厂 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联邦区 最大的石油产品生产商 据基辅的一名消息人士透露 两架乌克兰攻击无人机 于夜间袭击了卢克石油公司 在俄罗斯南部福尔加格勒的炼油厂 这是俄罗斯石油设施 遭受的一系列远程袭击中的最新一期 4月1日以来 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 已经遭到了7次袭击 据俄罗斯能源部统计 袭击造成1月份汽油和柴油出口 分别下降了37%和23% 在另一边 比尔戈罗德昨夜再次陷入黑暗 相当一部分城区停电 原因未明 这种情况在俄罗斯城市越来越多地发生 总体而言 我认为这是好事情 俄罗斯人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战争的真实景象 有助于改变他们的想法 当然 目前这些还远远不够 一个最新的民调显示 持续地停电 停暖 停水 再加上不断上涨的物价 和持续贬值的卢布 依然有53%调查者支持普京的这个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 没办法 这个国家目前还是正能量居多 2月2日 普京访问俄罗斯军工重镇图拉 并在一切为了胜利论坛上还老调重谈 目前美国和欧洲经济都在衰退 只有俄罗斯的经济在增长 按照俄罗斯统计局信息 自从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 俄罗斯经济一直都在增长 稳中向好 并越打越负 形势不是小好 是大好 整个国家乐观向上 扯远了 回到战场上来 巴赫木特前线 乌军的反攻还在继续 即前日在库九米夫卡取得了一个重大胜利之外 昨天 他们在安德里夫卡方向的成功 将俄军逼退至池塘之外 并夺回了铁路上的战略阵地 俄罗斯过去几个月来 一直在努力巩固这些阵地 但没能成功 马林卡前线 俄军的进攻似乎已经熄火了 这可能跟他们前几天在新米哈伊利夫卡方向遭遇了惨败有关 1月30日 俄军一个装甲纵队在新米哈伊利夫卡以南向乌军阵地发动进攻 但遭到了乌军 FPV无人机和火炮的猛烈打击 在约两个半小时的战斗中 俄军装甲纵队损失了三辆坦克 八辆MTLB装甲车 一辆BMP装甲车 以完败告终 我在1月上旬的时候就曾经说过 新米哈伊利夫卡南部会成为俄罗斯人员和装备的新坟场 目前来看 这个预言还是很靠谱的 阿弗迪夫卡前线 南部的局势仍然紧张 有消息称 昨日乌军在埃瓦斯坎原意社区南部 玩了一把火烧勃望坡 给俄军造成了重大损失 但俄罗斯人仍在进攻中 向前推进了1.5公里 同样在南部 昨日俄军对Vodian村的进攻已惨败收场 9辆坦克 12辆战车被摧毁 人员方面23死46伤 俄乌战争爆发第711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过去24小时俄军战损 810名俄军死亡 累计死亡38.88万人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摧毁俄军两辆坦克 13辆装甲车 41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6套特种设备 31门火炮 12架无人机 1枚导弹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 粗略估算 乌军阵亡官兵约8.5万人 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2比1 另有超过2万名乌克兰平民遇难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